好,我们就来看看食物营养迷思 第一个,大家都说喝鸡汤应该比吃鸡肉来的营养吧 好,所以以理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真正如果你是一锅的鸡汤 它的最营养的价值应该是在它的鸡肉里面 哦,鸡肉 然后大家都会说那个鸡肉已经泡泡了啦 所以要喝那个汤了啦 是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这个蛋白质再怎么熬煮变成氨基酸的话 它那个汤里面就是微量的一些有力氨基酸而已 所以像我们在给小朋友吃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要连肉一起吃 因为主要蛋白质还是在肉里面 但是吃这个鸡肉鸡汤的时候 记得要把那个鸡肉的皮去掉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不要太多的一个油脂的部分 对,而且有些是不是有打荷尔蒙 也是在那个鸡的皮上面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一定要吃鸡肉 然后鸡汤的话就是在于就是说 你看会不会加很多的盐分 如果你是自己熬煮 妈妈在家自己弄可以控制盐分 那你到外面去的话 相对的汤头的话盐分都会比较高一点 那鸡精呢 鸡精的话其实 早期的鸡精它是没有去掉胆固醇 跟那个没有控制纳含量 可是现在的鸡精其实都有控制的 所以适度的一天一瓶 其实我觉得OK 但是你可能要选择健康食品认证 会比较安全 所以还是要选择啦 有这种迷失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大家认得说萃取 营养问题都会被萃取出来 可是就像营养师刚刚讲 很多营养成本不但没有萃取 萃取出来是抗生素 是那些真的不好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喝的鸡汤的话 反而喝到一个抗生素 对,反而是香滑 然后这个迷失可能是错误的 真的这大家要注意啦 好,再来鹅啊 很多人也说鹅要多吃 尤其是男性 鹅啊寒兴 多吃鹅啊的话可以助性吗 我们这边就有一盘这个鹅啊 鹅啊是不是要多吃吃多 对男生比较好 我是喜欢吃鹅啊 但是不是要助性的 我是为了助性 但是现在 赶快撇清就对了 不是,我现在污染很严重 吃起来会有点害怕 里面的其他的重金属 真的是非常恐怖 还有绿色的鹅啊 绿色绝对不能吃 里面的不是只有绿色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以前新池的海边 整个鹅啊都变绿色 里面的桶的量很高 江博士像有一些吃到饱的火锅店 有很多鹅啊让你就是吃到饱 可是那些鹅啊看起来都很肥大 但一煮下去就变得好小好小 那中国大都进来了 灌水啊 所以是因为灌水的关系 因为他刚送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想说 哇怎么都每一颗那么大 贵心很好 结果一煮下去的时候 哇每一颗都好小 还想说是不是煮太久 可是你又不能就是煮一下就吃 对不对 煮一下就吃又担心 对又担心 是不是会回家拉肚子 好所以就是说 那他到底有没有助性的效果 当然有啊有心啊 有心啊 但是是不是跟一般的男人 想着这样子还是颇有问题 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他有心是真的 他有心真的 人家研究心是跟 社物线发炎是有预防效果 跟助性 不然是两回事 可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啦 因为他其实要正确的解释是说 心本来就是在我们 在那个所谓成长发育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尤其是在长第二性针的 男生的部分的时候 它是一个必须营养素 可是你不一定要全部 从蚵仔里面来 其实只要是带壳的棒类 然后海鲜类 还有甚至于如果你是 蛤蟆啦 虾蟹 其实蛤蟆 虾蟹都有心 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人怎么办 你从那个黑芝麻里面就也有心 所以其实这个心的摄取量 其实是要多方面去组合起来的 不是说你一直吃蚵啊就有很多 对啦 这真的是一个大迷思 很多男性朋友都以为这样子 好 再来燕麦片煮得越久的话 越没有营养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是把它炖烂一点 应该比较有营养吗 伊莉 其实这个要分 因为像有些老人家 确实牙口不好的 那我们可以稍微煮久一点 但是因为它里面水溶性纤维的部分 怕说煮久了会流失掉 或者是说有一些里面维生素B群 因为燕麦你要吃它维生素B群 它高温加热又长时间的话 确实会流失掉 但是今天基本上 我觉得啦 它比较大麻烦是说 外面有一些是已经那种 罐装的那种燕麦 就是外面市售罐装燕麦 对 饮料啊 对 那个比较麻烦是说 有的人它会加糖进去 对 那相对的它里面可能都是 金字糖的成分比较多 那如果你真的要吃燕麦的话 我建议是买那种干的燕麦 像比如说大燕麦啊 或是小燕麦 干的回来自己 那我自己在煮 我都是用那个保温瓶 就是保温瓶 然后用焖的 那焖的话其实 焖烧锅那种意思 很快 很快 它不需要太久 一闷下去大概 80度C 90度C的水 闷下去 大概5分钟内 它就可以吃了 所以就不怕它营养流失的味 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 就是你的这个煮食的方法 你可能也要正确啦 好 那中医师的话 你怎么看这个燕麦 这燕麦本身 对我们的一些营养 的补中益气嘛 厚肠胃 事实上对我们的营养 体力恢复是蛮好的 不过燕麦你煮久了 事实上对你的胃 比较负担的人 不见得会比较好吸收哦 所以还是 我们就是 本来天然的最好 像营养师提到天然的 外面加很多甜甜的啊 有一些人工肝胃剂 上市不见得是那么的好 对啦 因为很多人想说方便嘛 现在在那个外面都 便利商店都有卖那种 燕麦的饮料啊 所以但是其实那个 没有自己弄得来的好 没有自己弄得干的燕麦来的好 那燕麦其实很适合什么族群 三高的族群 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 我们会请他们吃燕麦的话 其实是血糖不稳定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家有家族食 糖尿病家族食 然后你这一次去测血糖 又是属于在糖尿病前期的 这一块的话 那我们会鼓励你就是 比如说早餐或是晚餐 你的主食把它拿起来 然后换成燕麦 通常大概是 两汤匙干的平的燕麦 等于四分之一碗饭 所以你可以这样换 比如说你早上 你习惯吃一碗粥 那你就换四汤匙的燕麦 然后把它替换过来 那它的膳食纤维很高 可以让你餐后血糖比较平稳 比较不容易引起血糖波动太快 所以其实对糖尿病人 还有那种血糖控制不好的 它吃燕麦其实是很好的 好 是一个很好